第十一是新静的快乐喜悦 自身免疫系统会逐渐恢复 很多人没有检查癌症之前 还过得算是还蛮正常 只是会有一些病痛 当他被医生通知 已经有癌症的这个情况了 而且几期的 他马上就好像整个天都崩塌下来 结果很多人就很快的就死掉了 病急乱投医赶快赶快 结果没多久就死掉了 因为当检查出疾病之后 就开始好像天塌下来 然后忧愁紧张 要知道你又给这个身体增加更多的毒素 但是一个人你得了 如果说我们自己或是我们的亲戚 你得了重病你说不担心 那好像也不切实际 不太正常 如果我们在身体有身心有重大疾病情况之下 你好好的学习的道德经妙节这个课程 你的心境就会逐渐的快乐起来 你的心量会打开 你也渐渐喜欢大自然 因为你知道原来大自然是我们大家的母亲 我们以前就像叛逆的小孩子 一直在叛离逃离这个家庭 逃离父母亲的怀抱 天地父母的怀抱 当有一天我们体会到原来天地父母 这是天地大自然 是我们大家的父母 我们的医生父母 当你越深入了解之后 你就会回归大自然 信任大自然 所以你内心就会越来越安心越快乐 加上我们又在行善不失 行善积德 那我们又愿意来改变我们那些不良的作息息气息性 所以你的心境各方面 他就会逐渐的调整改变 你的心境就会越来越快乐 来好体会 心境的快乐 他才能够真正让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逐渐的康复 一个人的疾病 一定要来到自身免疫系统逐渐修复 重大疾病才会修复 如果你的自身免疫系统没有逐渐康复起来 疾病是不会好的 他只会逐渐的迈向死亡 所以我们回归大自然 要知道回归大自然也是透过大自然的力量 透过大自然的这种无形的这一种治疗能力 还有跟大自然的接触 让我们的身心逐渐越来越快乐 大自然的分多精 大自然的体肤 在帮我们身体疗伤止痛 而这个过程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心越来越快乐 你的自身免疫系统逐渐逐渐的康复过来 你自身的免疫系统逐渐康复起来 各种疾病才会逐渐的逐渐的消失 包括癌细胞也是一样 它是需要靠你自身的免疫系统逐渐恢复强大起来之后 癌细胞它就自然逐渐的缩小缩小 到后边消失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关键 一个人如果他没有求生的意愿 他对生命 他想要放弃他的生命 他不想活 他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像这样的人 他就很快会死掉 一个人如果他珍惜他的生命 有强烈的求生意愿 他愿意 他有强烈求生意愿的话 他就愿意改变自己 愿意来爱惜自己的生命 当你的心态 你是要珍惜生命 希望能够好好地把生命 活得健康快乐 活出生命意义 你的心 你的这样的魄力决心 会让你的生命好 逐渐的又活起来 活过来 自身免疫系统 他才会逐渐的康复 康复之后 各种疾病才会逐渐的消除 不是用药物去灭他 是自身免疫系统康复 各种疾病就逐渐修复 就逐渐修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